反萊豬公投結果 是不是會衝擊到臺美經貿關係 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 公投通過絕對會造成影響 批評有些人為了拉住臺灣 強硬推反萊豬公投 卻要全民來承受 國民黨立委之一正式在恐嚇人民 四大公投即將投票 立法院邀請外交部 經濟部等部會 針對反萊豬公投 結果可能的因應作為進行報告 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 如果公投過關 絕對會對臺美之間 經濟貿易進展造成影響 批評有些人為了拉住臺灣 死硬推反萊豬公投 如果說我們強硬的 去推這個公投的話 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這個後果是不是 我們的國人要來共同承擔 或者是說有些人 為了拉住我們臺灣 而去死硬的去推這個公投 吳釗燮認為 如果不接受國際標準 卻想要進入國際社會 這是行不通的一條路 表達對臺美未來 經貿發展退步的擔憂 不過國民黨則批評 這是在恐嚇人民 沒有管你在恐嚇嘛 你可能就在恐嚇嘛 如果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你確定把它拿來公投的話 這個叫做民粹 這個叫做反 來我跟 江濟成質疑蔡政府之前 開放萊豬聲稱沒有利益交換 現在又說無法加入CPTPP 前FTA是自相矛盾 美國前國防部 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 被詢問到如何看待 臺灣反萊豬公投時 則提出會影響台美貿易 及政治關係的擔憂 薛瑞福認為當初蔡政府 開放萊豬進口消除貿易障礙 如果政策恢復原狀 台美關係可能退步 強盜對臺灣而言 在北京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並試圖孤立臺灣的時候 臺灣不會想做出 會進一步被孤立的決定 記者韓英彭耀祖台北報導